華叔一路好走 因為他,華園每年都會點起燭光 將平反六四的決心伸火相傳 為了中國民主奉獻大半身 支聯會主席斯圖華 昨天中午12時56分 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病逝 在年79歲 過去一年裡 他以病魔搏倒了整整一年 他從未放棄過 在他痛的時候 我們說 你應該吃止痛藥 他說痛 都是一種的搏鬥 我陪同家屬 一路還唱著 安穩在主的懷中 在詩歌聲當中 他安場地 會去世間的老虎 華叔去年正式幻想末期肺癌 遭過花療 直至去年9月 掛想了嚴重肺炎 他選擇停止花療 珍惜和親友共聚的時光 我是以華哥 一生所做的事 引來驕傲 引來光明 而事實上 就算昨天 他都能夠吃得多好 他精神都不錯 到今天離世的時候 他所經歷的痛苦 是絕對不多 也是相當安詳的 華叔在之前聽到的經文 說神愛世人 他亦跟我們所有的支團會 和他的戰友說 說我愛我的戰友 今天我想我們這裡 所有人都可以告訴華叔 聽聽我不會代華叔